那你既然美國開綠燈的話 那烏克蘭科技什麼 我當然就直接開打啦 普丁當然知道 這個背後來說是 烏克蘭跟美國 兩個對我的挑釁 這個哲倫斯基就開始講了 他們講話不一樣了 哲倫斯基說什麼 俄羅斯把這個戰爭 來載進我們的領土 現在我們應該感受一下 他們自己到底幹了什麼 好老師喔 昨天我們還認為說 今天烏克蘭的部隊 一千個人進去到了庫斯克 庫斯克只是小打小鬧 只是洗腦破壞 打完了以後打帶跑就好了 因為以烏克蘭的軍力 以烏克蘭的人力 他是不可能在俄羅斯 佔領任何土地的 結果今天狀況完全不一樣 昨天不是一千人嗎 對 今天變兩千人了 今天不但一千人變兩千人 而且周邊的利佩斯克 比爾戈羅德 全部進行大規模轟炸 那我們講說 你只有在烏東的背後嗎 沒有 竟然南邊的克里米亞 還有賀爾州 都傳出爆炸聲了 而且1941年以來 俄羅斯第一次本土被入侵 這個普丁當然非常生氣 他說這個 重大挑釁 他當然知道 普丁生氣了 對 他當然知道這不是烏克蘭 對他的挑釁 這是美國跟烏克蘭 對他的挑釁 美國 對 為什麼 說這是美國幹的 我跟你講 為什麼最近一段時間 烏克蘭的軍隊 好像如有神助 為什麼 因為美國給他開綠燈了 你要的武器 我本來就已經給你 F-16我也給你 你要這個海馬斯 我也給你 你要ATA CMS 陸軍導彈系統 我也給你 可是問題是 美國過去都說 你不要打到俄羅斯的分土 他現在呢 他現在的態度就是 反正這是烏克蘭自己決定的 我們給烏克蘭方面 自己去決定 他們要攻擊的目標 所以簡單的 就是美國開綠燈嘛 那你既然美國開綠燈的話 那烏克蘭科技什麼 我當然就直接開打了 而且我聽了以後 嚇死是 如果我的海馬斯 可以飛越俄烏邊境 對 如果我的ATA CMS 可以打到了俄羅斯的本土 是 那F-16呢 對 F-16是不是可以飛進去 當然可以飛進去 所以我跟你講 美國開綠燈 所以 普丁當然知道 這個背後來說是 烏克蘭跟美國 兩個對我的挑釁 好那烏克蘭現在呢 保鮮我跟你講 烏克蘭的戰法 或許會讓普丁 更加的摸不著頭緒 怎麼樣摸不著頭緒 為什麼呢 好 一個時間來說 庫什克打進來 照理說 你好像 你不可能打庫什克 對 你是小打小道 可是問題是 你人越來越多 而且你不只人越來越多 保鮮 他這時候還故意轟炸 包括說別爾格羅德 然後包括利斯佩克 這個 利佩茲克這個地方 他們的空軍基地 還有很多地方發生爆炸 這在庫什克旁邊 難道你要打進去嗎 對 俄崇也發生了這個攻擊 另外一個 克里米亞也發生攻擊 到底是你是要打庫什克 還是你真正的主力部隊 要進入克里米亞 這個讓俄羅斯 摸不著頭緒 所以他認為說 你到底現在是打法是怎麼樣 你不只是五路干擾我 而且你還有彌宗戰法 所以那 現在的這個 哲倫斯就開始這樣 他講話不一樣了 哲倫斯說什麼 俄羅斯把這個戰爭 來載進我們的領土 現在我們應該感受一下 他們自己到底幹了什麼 所以他現在 這個連哲倫斯基說話都變得 比較紅色 比較大色 所以看起來的話 這個戰爭呢 有可能會在最近一段時間 會出現一個 逆轉的情形也不一定 好 剛剛講的是 昨天我們講到 現在烏克蘭的部隊 地面部隊已經進到了庫斯克 庫斯克以後 你想說那個只是在這個 做一個所謂的襲繞 沒有想到今天更重要的是 剛剛講到 你今天是打到了利佩斯克 利佩斯克是一個俄羅斯 非常重要的空軍基地 還有剛剛講的 你打到比爾戈勒多 比爾戈勒多 我們講的 你不管要打哈爾科夫 或是你要打頓巴斯地方 比爾戈勒多 都是非常重要的後勤基地 因為它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交通藥蔥 就沒有想到 現在你的空軍基地 你的交通藥蔥 都已經在烏克蘭的 射程範圍內 對 沒錯 好 抱歉 事實上這個 利佩斯克這個地方 利佩斯克這個地方 抱歉 那它距離邊境有330公里 所以你要說 到底是什麼東西去洗澡它 因為第一個時間 你可以看到現在就是利佩斯克 他們目前為止 所有空軍基地 在那邊燃燒的一個狀況 你炸爛了 對 火藥庫發生爆炸 那甚至呢 他們晚上的時候 就這個整個夜空 都響起了這個爆炸聲音 那為什麼這樣 寶姐這個地方 是他們非常重要的 一個空軍基地 這裡面有什麼 有蘇34 有蘇25 然後蘇57 還有米格29 都在這邊 這等於是非常 這個等於是 簡單來說 它是用來攻擊烏克蘭前期 一個非常重要的空軍基地 雖然它現在也被人家洗腦了 而且它距離 莫斯科也蠻近的 所以等於是說 它打到這個地方 不只是 我要打掉你的後 後面的這個空房的這個部分 我還靠近莫斯科 所以對你來講的話 當然形成一個非常巨大的 這個壓力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你看 五角大廈已經 開綠燈 對 這是他們的那個 五角大廈的說明書 裡面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 烏克蘭當然可以使用 海馬式和ATA CMS的戰術飛彈 或任何供應武器 攻擊俄羅斯 庫斯克地區 在內的任何一個 俄軍目標 可是他以前不是講嗎 我給你的武器 你千萬不可以飛越 俄烏邊際嗎 寶姐 他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叫你衝了啦 衝了啦 叫你衝了 就是這個是怎樣 可怕 這跟著之前的 這個俄羅斯的官方去跟伊朗說 你衝吧 給你武器你就衝吧 你要打什麼打什麼 現在是美國 叫你衝了啦 往前衝就對了 所以現在顯然 烏克蘭應該會展開 去年沒有展開的夏季大反攻 今年搞不好真的會展開 所謂的夏季的大反攻 好 那於是他們就開始 策劃了一個動作 他們召集了約一千多人 他們就沿著這個 138的公路的 開始往前推進 那目前一直 因為在烏克蘭境內 他們都OK 138公路 然後就打進去了 這個蘇甲這個地方 就蘇甲為什麼打進去 非常非常重要呢 因為蘇甲是當地 非常重要的一個 天然氣的這個公司 天然氣的這個 所謂吵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們打進去 他們嚇了一跳 嚇了一跳之後 保證 你知道他們 做什麼動作嗎 他們就開始埋伏在這附近 他們想說 你們會有大量的部隊來 結果沒想到 他們就在埋伏的時候 把你們陸陸續續幹掉 幹掉之後呢 我再繼續往前 推進到庫斯克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 而且他們在中間 你知道 俄羅斯不是沒有準備 俄羅斯在這個地方 有非常多的碉堡 非常多的這個 這個所謂據點 結果沒想到 他們也是一開始 就先把你們兩個據點 端掉之後 你目前為止 任何部隊都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之後呢 他們現在就變成一個 後防空虛的一個局面 所以我覺得奇怪 為什麼車程部隊 會跑那麼快 原來我在蘇甲這個地方 圍點打圓 你任何援助的部隊 我全把你幹掉 幹掉了之後 你快速往前衝 對 打的整個車程部隊 還有這邊的守衛軍 完全措手不行 對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先把你圍住 圍住之後 也假裝撤退 撤退之後呢 有非常多無人機過來 你要來支援的時候 我就把你的這個坦克車 把你炸掉 所以等於是 他們現在戰法是獲得成功 而且現在共恐怖是什麼呢 他們現在烏克蘭的目標 是要繼續往庫斯克北邊前進 他們要佔領當地 這個當地一個非常重要的 核能發電廠 佔領核能發電廠 還要往前衝 對 為什麼 因為核能發電廠 當地有非常多 他們傳言說是可能 俄羅斯的武器都在那裡面 他們現在佔領這個地方 所以那事實上現在 所以我才說對 為什麼對普丁來說 那我到底要不要支援 現在普丁呢 他現在沒辦法 他現在要從前線 聽說他要調一萬名的官兵回來 但是問題是 你要能夠守得住 要大概一兩個禮拜之內 才看得到 所以那你已經不知道說 他們的軍隊 能夠推進到什麼程度了 所以這個在北邊的戰事來說 讓俄羅斯真的完全 驚慌失措的一個局面 那我們就跟你講 之前俄羅斯的前 參謀總長格拉西莫夫 被這個普丁對的 這樣講的完全啞口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今天要證明說 我們現在已經 阻擋了烏克蘭的攻勢 我們已經做了一些反擊 導播一下畫面 他現在這個反擊不講還好 他現在把這個畫面公佈出來 在俄羅斯境內 反而引起了軒然大波 因為你現在講 這些戰場在哪裡 這些戰場就在俄羅斯 你現在發動這麼多的攻擊 你現在發動這麼多的部隊 在俄羅斯境內 那不代表 現在烏克蘭已經深入敵境了嗎 沒錯 格拉西莫夫 雖然被普丁定 他就是說 沒有 我們已經把敵人都退卻了 他們都已經回去了 你看我們國防部 就公佈一些影片給大家看 就公佈影片 他們就說 我們炸掉 你看他們炸掉他們的這個坦克車 然後炸掉他們的這個 他們的這個 這個相當的裝甲武器 可是寶姐 這個位置在哪裡 在蘇甲鎮這個地方 已經是在 這個俄羅斯境內 打進來了 所以顯見 你公佈這個照片證實 他們是真的打進來了 而且你沒有防住 他們已經在我們的國土裡面 難怪俄羅斯人嚇死了 你說在邊境已經把它退卻 沒有啊 他們已經打進來了 然後他們直接來公佈另外的畫面 就說你看 我們這個抓到了 烏克蘭的這個坦克車 一直一個一個在我們摧毀 結果沒想到 寶姐 他們後來 顯示是什麼呢 因為這兩樣坦克車是T62的 俄羅斯坦克 所以這個影片呢 是烏克蘭的影片 他們還誤用了烏克蘭的影片 所以顯見 他們這些影片到底是真的還是假 都不知道 而且你知道 事實上現在證實一件事是 俄羅斯的官方證實一件事是 烏克蘭真的打到俄羅斯的境內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烏克蘭的這個進攻 是已經有準備的 他們在進攻的時候 剛剛講已經投入 剛剛講的 我不是有一千個人進去嗎 對 我有一千個部隊 然後呢 每一個人 他我剛好配備一千架無人機 對沒錯 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你看我們就講嘛 他們一千個人 然後配備一架無人機 所以有一千架 然後有這個四個旅 還有一個炮兵 這個協同部隊一起作戰 然後緊接下又有後備部隊 那要因為當時的前面 前面來說 他們蹲掉兩個據點對不對 一個據點一個據點都有 大概約莫三個團 還有兩個贏左右的兵力 所以他們等於是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用優勢兵力 端掉一個 然後再端掉一個之後 然後再往前進 這樣一個方式 那當然俄羅斯 只能穿在彈啊 所以你看 目前為止來說 你看 這個車程的這個指揮官 他不是 我們不是說 他們前線有車程指揮官嗎 他說什麼 我們有在前線啊 但是敵人的太奸詐 我們無能為力 也就是說他被騙了 被騙了之後 無能為力 他只能往後跑 因為這個 他們重要的防線已經被突破了 可能會支援越來越多部隊 既然打進去的話 那當然就越來越多部隊 往前進啊 所以這個前進的步伐 有可能在未來幾天 還會繼續往前推進的一個狀況 而且我剛剛看了一個資料 我要講說 我才知道無人機 現在的運用有重要 剛剛講一千個人 部隊進去 我覺得沒什麼了不起 一千個人 派了一千個無人機 代表每個人 都可以控制一架無人機 無人機進去了以後 你的戰場管理 你的徵收 工防收緊間 你的兼兵 你的這個所謂的徵收 完全都由無人機來負責了 所以寶姐 為什麼這次烏克蘭 能夠突擊那麼順利 或許他們也在實驗一種 新的戰術 就是大量的無人機 跟大量的這個地面部隊 用這樣來協同作戰的方式 看能怎麼樣來打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作戰 我覺得也值得大家來好好參考 另外就是格拉西莫夫 那現在俄羅斯媒體已經開始 有人指責格拉西莫夫 在搞什麼 對 為什麼 因為他是說 之前就已經有跟你情報啊 就說好像有人在這個 俄羅斯跟烏克蘭邊境集結啊 但是格拉西莫夫 不以為意沒有關係 這個小打小 然後不可能會怎麼樣 結果就進來了 這進來的話 目前怎麼辦 現在庫斯科的民眾 他們現在就開始 有很多畫面 你看 庫斯科的民眾開始 你看 他們的俄羅斯的兵團 被人家這個殲滅之後呢 熊熊火焰就這樣派出來 對 庫斯科 那還有很多民眾 現在準備要離開 然後這個當地來說 很多加油站 都已經擠滿了人 大家都想要離開 這個戰火的這個地方 結果我們要搞到最後 真的證實什麼 烏克蘭軍隊真的打進來 而且現在讓俄羅斯 最頭痛的是 到底你的目標是庫斯科 還是你的目標是 南邊的克里米亞 這個普丁大概也沒辦法 摸清楚 好 因為現在俄羅斯 在這個俄乌戰爭裡面 現在我們剛剛講的 華爾街日報特別提到了 烏克蘭的部隊越境 已經讓俄羅斯感到意外 這個對他來講 他的威信 真的是一個極大的傷害嗎 還有岸田文雄要到中亞 為什麼俄羅斯氣急敗壞 也就是中亞五國 真的要離開俄羅斯 如果中亞五國離開俄羅斯的話 以前俄羅斯最在乎是什麼 因為我沒有天然邊界 我所有的攻擊對我來講 都是一馬平川 我如果沒有烏克蘭的屏障 我沒有中亞五國的屏障 任何國家要侵略俄羅斯 都可以直接衝進來了 你知道普丁攻擊烏克蘭 當時的理由是什麼 他說自始以來 烏克蘭本來就是俄羅斯一部分 你想想看 烏克蘭想要加入北約 如果你今天岸田文雄 在中亞操弄的成功來講的話 中亞這些國家以後會不會想加入北約 當然也想 說不定也真的想加入北約 那這時候整個俄羅斯不是 團團被圍住嗎 你知道那個路權論裡面 講說這整個歐亞大陸這個核心 即使中心點在哪裡 就是在中亞這個地方 所以為什麼說 當時冷戰結束之後 美國就急著進到中亞 但是後來中國發現到 趕快用上海合作組織把它綁住 然後順便把俄羅斯綁進來 現在來講不對啊 俄羅斯現在發動這場戰爭之後 真的叫什麼 賠了夫人又責兵 什麼叫賠了夫人又責兵 因為你烏克蘭也打不勝 然後你中亞也丟掉了 然後現在來講的話 日本啊 中國的勢力不斷的再進來 你俄羅斯會越來越什麼 被綁住會越來越小 也就是說你普丁來講的話 你發動這場戰爭呢 本身來講沒有做大你的 俄羅斯的國際地位 反倒是你讓俄羅斯做小了 而且越來越小 什麼意思呢 你連軍事力量整個都被下降了 這樣排名的人往後掉了 所以現在來講話 對俄羅斯來講 它有一個心理的緩衝區 這個心理的緩衝區 剛剛講 你要不要有烏克蘭 你南邊要有中華五國 不然你完全沒有任何邊界 你沒有任何緩衝區 你的國家是無法受到保護的 對 你看俄羅斯 你看從冷戰結束以來 華沙公約組織退掉了 東歐國家本來是它的緩衝區 就不是了 現在連前蘇聯共和國的這些國家 全部也都一個個背叛他了 所以說整個跑掉了 所以未來的俄羅斯 就被夾在這中間 但是你知道更重要的是 他這一次真的沒料到說 責任司機敢做一些事情 直接派部隊攻入他的國土去 那因為為什麼 他覺得說是小老弟 怎麼可能的事情 現在來講的話 真的派一千多名部隊進來了 我覺得他再怎麼想 都沒有該想到說 美國居然開綠燈 美國居然允許烏克蘭的部隊 直接越國邊界 而且剛剛講的越國邊界 一越就越了15公里 而且佔領了350公里 350平方公里 對 本來就普丁有警告美國 說如果你們提供武器給烏克蘭 結果他用你的武器 如果打到俄羅斯境內的話 就會掀起世界大戰 因為為什麼呢 我會針對誰提供武器給他 比如說德國 我會攻擊德國 比如說波蘭 波蘭 我就攻擊波蘭 他已經撂下這個狠話 沒想到 這個時候哲羅斯基還幹這種事情 然後美國也不會信任 這個普丁所講的話是真實的 所以這一次來講的話 哲羅斯基近來 應該都是拜登屬意的 因為拜登真的也是需要說 這個戰場來講的話 即將要進入到尾聲 否則來講的話 他基本上美國國內通膨的壓力 還有很多經濟壓力 都其實因為跟這場戰略是有關係的 不是 如果我今天不處理的話 我就等著被川普收割了 是啊 川普已經跟你講了 說他上任之前就要把這個 這個談判把它談成 然後把這個戰爭終止掉 現在來講的話 就在安排說 11月有可能舉行的 和平會談 所以這個進攻 這個俄羅斯的國土了 其實我都認為說 為了和平在創造一個 談判的籌碼 這個談判籌碼如果創造出來的話 普丁說不定真的就上談判桌了 好 玉鳳 接下來就要講的 這一次的行動真的非常的快速 快速到剛剛講的 讓俄羅斯完全戳手不及 第一個講的 車程部隊馬上轉進馬上跑掉 就讓這些駐守在這個地方的俄羅斯斯坪 每個人只有舉白旗來投降 舉白旗來投降 為什麼這麼快速 現在大家就要看 原來烏克蘭已經有一個 非常厲害的攻擊步驟 透過無人機 透過F16 透過這個所謂的 這個地面的這個坦克 他可以入空聯合作戰 對 這一次來講的話 烏克蘭直接殺到庫斯克 俄羅斯沒有想到說 我以為戰場在烏克蘭 怎麼打到 不是家門口 是打到家裡頭了 然後那些 那些守軍既然直接搭了火車 就跑走 這個畫面衝進來之後 我相信對 庫斯克那邊的居民來講 那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心理壓力 過去來講 都是一般的輕裝部隊 來騷擾一下走 但是你裝 坦克車開進去了 然後呢 F16也到了這個戰場之後呢 現在感覺上烏克蘭來講 殺到對方的門口 完全都不害怕 所以你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F16非常重要 對 F16來了之後呢 把空中給壓制住之後呢 地面部隊就進去 那F16他帶了很多很多 這個西方的武器 包括我們這樣的JDEP 你一般的炮彈 加上這個套裝之後呢 有了GPS的尋導系統 還有這個小直徑的炸彈 可以穿越這個 一般的強固的機堡 這個打下去之後呢 F16不是說你畫面這個 出來之後呢 給大家一個心理壓力 而是當你在空中戰場上面 來浚池的時候呢 其實對俄羅斯來講 他根本是 拿他沒辦法 擋無可擋 擋無可擋 所以除了這F16之外呢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 烏克蘭的無人機的操作來說 已經走到一個 新的一個地步了 過去來講 我們都覺得 無人機 你就小小的嘛 你過去丟個炸彈你就跑 或者是無人自殺這個攻擊 但是這次來講 這一台是什麼 這一台是俄羅斯的 攻擊直升機 它的MI-28 你有想過攻擊直升機 在宮東的戰場上面 被人家攻擊嗎 而攻擊他的只是 一架幾萬塊的無人機 對 無人機從後面鎖定他之後呢 其實在MI-28原本想逃的 但他的迴轉半徑太大 來不及逃之後直接砸下去 砸下去打到哪裡 打到他的尾翼 打到尾翼之後呢 俄羅斯還說 我們馬上緊急破降 問題是很多軍事專家都說 你的尾翼被打到 你是沒有機會破降的 你的尾翼被打到 你就墜毀 所以當你有辦法去攻擊 它的攻擊無人機的時候呢 這個無人機的戰術 跟戰略已經不一樣了 另外來講 烏克蘭無人機很厲害 俄羅斯它也有無人機 無人機呢 它也有什麼ZARA 跟SUPER CAN這些無人機 可是這些無人機來講 在整個飛行的過程當中 顯得緩慢而奔重 所以遠遠的就可以掌握到 它的一個航空的一個路徑 然後烏克蘭的無人機 就過去慢慢慢慢 大 就把它給擊落了 那這樣子的話 你看喔 你的攻擊 它給空中擊落無人機 對 它給空中擊落 對方比較高價珍貴的無人機 那打下去之後呢 其實對方的無人機 就已經毀壞了 除了這些空對空的一個攻擊之外呢 現在來說的話 它連俄羅斯的火車 也有辦法攻擊了 因為很多的部分 它的浮原比較廣闊 俄羅斯用火車來運補 可是你想想看喔 這輛火車整備要運補的過程當中 烏克蘭無人機 走著走著走著 就撞上去了 對 就是直接把它給 重要的一些車廂給炸下去 炸下去之後呢 就產生了爆炸 爆炸之後火光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 你以後也不能再用火車來運補了 因為火車根本沒有辦法來回轉 當你的M-I-28在空中回轉 慢性比較大的情況之下 都被擊落了 你的火車你閃得掉嗎 你閃不掉的情況之下 你的運補的路線 完完全全被截斷 除了火車之外呢 這次來講 他們還有弄了一個 車隊殺傷圈 運兵車 還有運補的作業的坦克運輸部隊呢 在你的天空上面 你要抬頭看一下 你會看到一個很大的圈圈 這個圈圈大概有12輛的無人機 這12輛無人機會 在你天空繞著繞著 慢慢縮小慢慢縮小 代表什麼意思 你已經被鎖定了 被鎖定之後呢 會有一台先放低之後呢 拉高 拉高之後呢 就開始一輛一輛來把你給炸下去 炸下去之後呢 有些裝甲運兵車 你沒有人員逃出來 逃出來之後 那12輛編隊的無人機 一個一個去抓 我一台無人機 配你一個俄羅斯的士兵 你就這樣子把運兵車給打死了 打死之後呢 這些阿兵哥 他們怎麼身亡的 他們有些是直接 被這個無人機給衝撞之後死掉 我把你的裝甲給炸了 我把你的這個運輸工具給炸了 炸了以後 你有些人逃亡 逃亡了以後 你今天單兵我都不放過你 對 危險這個畫面會被拍下來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 有一輛無人機會先下去之後再拉起來 會把這個人的過程都給拍下來 然後呢 他們拘殺這些俄羅斯士兵的一個畫面呢 有些是直接撞擊 有些呢 現在是可以第一飛到我跟你一起跑 你想想看 一般的士兵跑得贏無人機嗎 跑不贏 跑不贏的情況之下 這個畫面真的嚇死了 他竟然可以在近距離之內的頭彈 然後直接精準爆頭 以這種畫面上來講的話 你運補也不行 然後呢 你的裝甲運兵車也扛不住 扛不住的情況之下 你士兵逃亡又被打掉 你說這場仗 俄羅斯要怎麼打 不是我看了以後嚇死了是 因為我們長期過去講歷史 歷史裡面的車機是看 圍獵天下最厲害的 他的部隊最厲害就是我自己圍獵 對 你看到剛剛那個烏克蘭的無人機像不像圍獵 我不是單兵 我不是直接跟你衝 我是把你包圍 食而為之 圍了以後 你根本跑不了 這件畫面出去之後啊 你想想跟俄羅斯他們的阿兵 跟他們的士兵 敢從基地出去嗎 你一出去之後 不管坐的是裝甲運兵車 不管坐的是什麼樣的一個車輛 你出去都會被無人機攻擊 被無人機攻擊之後 你只有一條路就是死路一條 這麼嚴重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跑不了 完全完全跑不了 好 那為什麼這一次我們講回來 為什麼要攻擊庫斯克 其實庫斯克這一次來講 為什麼嚇到他們 庫斯克在哪裡 在貝爾哥羅德的上方 你竟然打到人家的家裡面 然後這個庫斯克來講的話 可以說是北方軍團那邊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補給畫面 這個圖是什麼圖 這個都是油管 油管的路徑 這下面也是油管的路徑 你庫斯克被鎖定之後呢 你的運補的油管 完完全全就沒有辦法來輸送了 沒有辦法來輸送的話 你想想看 我們看 這個地方是庫斯克 這個地方我剛剛講的 卡爾克夫 頓巴斯 這個地方 你的油就進不來了 油就進不來了 所以最重要的頓巴斯 你沒有 沒有來運補的話 你這樣要怎麼打下去 那除了這油管之外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火車的路徑圖 當你的庫斯克被截斷之後呢 你的火車也沒有辦法再走了 最後一輛已經是俄羅斯 跟車輩他們的部隊 他們坐著火車逃走了 當你這個地方被攻陷之後呢 你就沒有辦法進行運補 那頓巴斯這個地方 到底這個仗要怎麼打下去 而且你可以看到說 現在烏克蘭的特種部隊 這麼厲害 剛剛講這個是22集團軍 22集團軍都是40幾歲 我不過是剛 我過去打過仗 我有這次經驗 可是我已經40幾歲了 我被重新招募回來以後 我還能打 對 其實真的是蠻厲害的 在庫斯克這地方來攻擊之外 這個地方是哪裡 這個是葉爾松的一個島 這個葉爾松的小島裡面 可以看這個畫面喔 你知道他們出去了這個特種部隊啊 在暗夜初旋的畫面 其實真的是像天降神兵而已 這個畫面我覺得 這好像是在模仿這個 這個好萊塢的一個畫面 你夜間然後呢 一群小艇就殺過去 殺過去之後呢 占領了葉爾松 賀爾松的下面一個小島 這是真實戰爭 對 然後呢真實戰爭 然後上去之後呢 真的是殺無射 所有的畫面 你都聽清楚 透過葉世紀 你都會覺得說 難道在賀爾松 在黑海的小島上面 完完全全沒有 俄羅斯的軍隊嗎 這是一個重要的軍事機力 既然可以這樣子暗夜 然後摸上哨 摸上哨之後呢 就開始進行攻擊 然後打完之後 完整的撤退 這畫面讓大家一件事情說 現在在黑海 在賀爾松這地方 只要我烏克蘭的特種部隊要來 你根本是不設防 我弄完之後就走 然後這畫面放出來之後 告訴大家說 我現在沒有一個地方去不了 只要我想 一定有辦法拿下這個小島 這個非常可怕是 如果你有任何作戰當兵的件事 夜襲最難 夜襲最恐怖 而且不但是夜襲 你還是海上夜襲 對 海上夜襲 然後就輕鬆上去 好 對俄羅斯來講 現在一個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這是什麼畫面 這是33座的煉油廠 死亡撲克牌 在上面打叉叉的 都已經是被攻擊了 而這個距離呢 其實比較遠的有900公里 比較近的有750公里 900公里 這些煉油廠 其實對俄羅斯的經濟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 現在烏克蘭 它可以用無人機 直接飛飛飛飛飛 所有只要在撲克牌上面的呢 我一個一個把你端掉 你現在對這些無人機 拿它沒折 你用防空炮彈來講 你根本沒有辦法來配它 如果你用無人機 去追無人機 你也沒有辦法來擋下來 所以現在來講 33座煉油廠 已經有好幾座都受到破壞了 所以我們之前講說F16 進到了烏克蘭戰場的時候 你覺得你夠厲害對不對 F16如果進去的話 那直空拳不就已經被烏克蘭 跟北約掌握了吧 對 就沒有想到 新加坡的廣布長講 原來F35早就進去了 原來整個戰場的管理 整個戰場的管控 都已經有F35來負責了 而且目前為止來說 聯軍可以說是完全不演了 不演了 他把過去呢 我們都說烏克蘭的空軍 還有烏克蘭的武力 怎麼那麼厲害呢 就把俄羅斯的空軍 完全端掉了 現在直接告訴你兩件事 第一個 《華爾街日報》就跟你講 美國將為烏克蘭的 目前有的F16戰機 配備美國現在最先進的武器 我就直接給你了 所以我不是說我F16給你 對 我還幫你配備我的飛行員 對 不但是F16給你 我的飛行員給你 剛剛講你的飛帶 對 也是最好的 我是最先進的 我都給你了 所以美國不演了 另外一個盟軍 還有這個新加坡的國防部長說什麼 他說我們在 他說目前為止 F35已經在周邊 為這個盟軍提供什麼 提供如果你有飛彈 從這個俄羅斯的飛彈 從烏克蘭的地面上發射出來的時候 我們馬上就可以知道這些訊息 而且馬上就分 分享給所謂的北約盟軍 那你可以解釋 為什麼呢 我們很多這個俄羅斯的 他們在這邊的地面 地面的武器 地面的這個發射系統 對 為什麼會被端掉 原來就是F35在這個地方 你告訴他的嘛 對 那還可以解釋什麼 為什麼你看最近一段時間 烏克蘭的這個無人機 動輒可以飛到莫斯科去炸你 然後可以飛到這個 別爾哥羅德 各個地方去炸你 然後飛到這個 俄羅斯南部的這個烏龍草去炸 甚至這幾天還創了一個紀錄 保證他從這個烏克蘭 飛了1800公里 到了北極圈的奧萊尼亞機場 他可以轟掉 圖23的這個轟炸機 把圖23都給炸掉了 那你這怎麼解釋 原來就是這樣 啊就是這樣嘛 第一個 F16老嫂就在這裡面作戰 第二個是什麼 F35提供你相關的資訊嘛 所以也就是說 目前為止來說 隨著F16進來 然後F35在這邊當成 當成這個所謂的 相關的作戰的指揮平台來說 你俄羅斯當然 完全就不是對手的一個局面 而且之前我們都講的 F35是一個隱形戰機 它這隱形戰機已經非常厲害 隱形戰機來物隱去物中 它可以作為一個開門者 它闖進敵方的領域裡面 你完全不知道 然後呢我可以透過這個坐標 通知我後面的這個戰機 對 將你的眼睛耳朵給打瞎 是 結果現在如果你在 俄羅斯戰場上面來的話 它扮演你的角色更加可怕 第一個 我是一個最好的空中作戰平台 第二個就是 我居然有預警機的功能 剛剛講 你不管是你的這個 蘇凱34 蘇凱35 或者是你的圖22 你只要有任何的起飛 甚至你的導彈 任何的起飛 你起飛的位置 你的坐標 我可以馬上掌握 馬上掌握以後 我可以馬上記錄 記錄以後 我就分享給我所有的盟友 沒錯 所有 它變成一個最好的 戰場管理的飛機 沒錯 寶傑提到說F35 是個最好的做戰場管理的飛機 我們從這幾個事件 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反正這幾天的時候 寶傑你知道嗎 這個27號的時候 烏克蘭當天 他們說他們出動 約莫數架的無人機 然後從烏克蘭邊境 飛到 你看這麼遠的距離 飛到俄羅斯北極圈裡面的 這個基地 它一共飛了1800公里 好 他們飛了這個千里之後 把這個在機場裡面 塗22的戰略轟炸機 把它炸毀了一個狀況 寶傑你想 怎麼有可能 飛這麼遠 飛了1800公里 難道你都不會知道 什麼飛機 然後什麼攔截你嗎 對 可以解釋性 然後烏克蘭還說什麼 而且透過1800公里 1800公里之外 對 你還可以遙控 還可以精準打擊 那好 那為什麼能夠這樣 烏克蘭說什麼 我們是發展出所謂 可以媲美戰斧飛彈相媲美的冤稱 神風特攻隊打到那個地方 寶傑你相信嗎 不相信 當然不相信 沒有人相信 所以現在證實什麼 如果F-35在這個地方的話 很簡單 F-35就直接給你目標 你可能在什麼地方 有一些相關的防空設備 對 你都完全避開 所以他為什麼可以千里奔襲 我可以做 做空中導役 對 我可以 為什麼可以千里奔襲到那個地方 然後我炸掉你的時候 你完全不知道 因為就已經有人跟你指點名路 你要怎麼飛過去嘛 所以這顯見 F-35絕對有在這個地方 幫助烏克蘭的無人機 在進行一個攻擊的狀態 因為它進來這個地方 它其實已經配備在 約莫在波蘭 還有羅馬尼亞這個地方 也就都在烏克蘭的邊界裡面 雖然我沒有進到烏克蘭 對 可是我就算在邊界 我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沒錯 他們在開打的時候 他們有388連隊 還有空軍預備役的第419的連隊 他們兩個都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他們就是有編制F-35A 然後他們大部分都是部署在這個德國基地 然後必要的時候 他可以飛到波蘭 飛到這個羅馬尼亞這個地方 也就是靠近烏克蘭的境內 然後呢 他就說我們從來沒有 飛越過任何的邊境 就沒有飛越過到烏克蘭的領土裡面 然後他說他們也沒有進行過 所謂發射轟炸控制都沒有 他們就是在這個地方 進行什麼 收集情報 那怎麼收集情報 他說我們只要飛到這附近來說的話 在烏克蘭境內 或是在靠近烏克蘭的俄羅斯境內 你只要有飛彈發射出去 我們第一個時間就可以偵測到這個點 譬如說這個點發射出飛 這些點發出飛彈對不對 我們的F-35就可以偵測 先把這些標的完全都標住了 標住之後確定 如果這個地方是不會移動的 我以後就再去攻擊你 如果你是會移動的 我就再看看你的下一個位置在哪裡 我可以偵測 因為你已經發射出你的目標 我已經知道你這個目標是什麼東西 你現在是再一樣的時候 我就知道是你在這個位置 我就把你打掉 所以這就可以為什麼了解說 為什麼烏克蘭 俄羅斯的薩姆300 薩姆400 一個一個被斷掉 因為他就講 原來非常清楚是F-35已經可以飛上清楚 你只要薩姆300 薩姆400有任何的移動 你有任何的動作 我馬上可以偵測到 所以你薩姆300跟薩姆400的陣地 我完全遼弱之障 但有一個是說我要不懂 是說他說F-35的標準配備 是ANAPG的81 他說這個雷達 有1676個生化甲的發射接收模組 他說這個主控箱子雷達 一直是美國的最高機密 沒錯 這個道理多厲害 寶傑你知道嗎 也就是說你只要發射出一次 我就偵測到你 好 那這個就是他們有所謂 配備的這個ANAPG的這個 這個81的這個雷達 這款雷達裡面最特別的是什麼 它就是說有1676個生化甲的 這個發射模組 什麼叫生化甲發射模組 我們的手機裡面也需要生化甲的發射模組 就是我把訊號放大出去之後 知道它這樣之後 然後反射回來我可以知道這些相關的訊息 我生化甲的模組越多的時候 我的發射能力跟接收能力越強 我偵測到的能力越強 那1600多個很多嗎 非常強的一個 而且這個技術我就講 美國是絕對不會外露給任何國家 你任何國家完全沒有人知道這些東西 所以這就是美國的最高機密 它配備在這上面 所以為什麼F-35的雷達那麼的強 沒有人能夠比得上 難怪說生化甲全隊不得給中國 對 那些是國防機密的一個狀況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難怪我們可以解釋嘛 為什麼目前會只能說 你看俄羅斯什麼蘇34啦 蘇35啦 然後圖伊爾這22的戰鬥機 電戰機啦 還有之前這個烏克蘭不是用個 愛國者飛彈擊落的A50的這個預警機 在想你怎麼那麼厲害 你可以擊落A50 愛國者飛彈擊落 到底什麼意思呢 簡單嘛 那就是因為這個F-35 已經標定目標給你看了嘛 那好 難怪說前陣剛剛講的14天的時間裡面 對 俄羅斯摔了15架的飛機 是 現在機密解讀式 這15架的飛機 剛剛講的包括蘇34 蘇35 包括它的A50的預警機 對 都已經被F-35鎖定了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F-35除了我們剛才講到 它的雷達非常厲害 標準雷達非常厲害 還有一個非常厲害 是它整體的這個電戰系統 保證它的整個電戰系統 它是一台飛機 全部都是電戰系統 它這是什麼東西呢 它這是英國背影系統開發的 ASQ-239的這個電戰系統 它是什麼意思呢 它這上面全部都是它的感知器 它感知器是全部它可以 它全身 就這個 對 全部都感知器 全部都可以 它全部都可以接收雷達的任何的坡 也就是說它飛出去的時候 因為它可以飛的距離非常遠嘛 F-35A可以飛1080公里 然後F-35B是869 然後F-35C是1138 它飛到 譬如說它飛到我要這個偵測的這個範圍之內 你發現不到我 但是你不知道我在哪裡 但是你會 可能你們在互相攻擊嘛 互相攻擊的時候 你會有發射出一些雷達訊號 對 它不會主動發出雷達訊號 它就是飛到那個地方去 接收所有的雷達訊號 所以 為什麼你沒有發現它 因為它不會發發射任何的訊號 對我是被動的 但是它可以接收到非常多訊號之後 然後你看 它很神秘喔 它裡面還加入一個叫做 零式系統 怎麼樣零式系統 它在這個飛機裡面 加入一個什麼東西 保險知道 很有意思 我舉個例子 你的飛機員在飛 因為它飛行員來說 是一個透明的這個飛行艦 對 你會突然震動一下 然後它就跟你說 這是什麼東西來了 所以你飛行員是 它會提醒你 對你是被動知道 原來這個 有東西來了 對 好那這個東西要不要重要呢 重要的話 我就把它發射出去 譬如說我給 給同樣的戰場上面的人員 所以它是這樣子 它不是一直在看那些所謂什麼 什麼很多東西 沒有 它就是它感覺到了之後 然後它就有一個 民視系統 就會跟你講 欸 現在有事情 你看這個訊息 然後它就知道 原來是這樣 好它就可以開始 做任何它想要做的這個動作 而且更可怕的是 剛剛講的F35 它的整個巡視範圍 是 是360度無視角 而且它現在做一個東西 它現在弄一個新的版本 這版本叫做 這個聯網的這個狙擊 狙擊的這個吊艙 它這個新版是怎樣 它就是在吊掛在下面之後 因為其實聯網功能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我要有能夠跟互相連接嘛 雖然我這個電章 有這個所謂聯網夾艙之後呢 抱歉 它這個可以跟目前為止 所有美軍的系統完全連結在一起 甚至可以跟F16連結在一起 也就是說我剛才不是講到 我飛到這個敵軍的這個境內 這個所謂的民視系統通知我 有這個訊息 好我這個訊息之後 我再用這個電站夾艙來把它發射出去 我可以跟F16互相分享 可以跟地面武器分享之後 然後由你來攻擊他們這些 所以它為什麼會變成是一個 最強大的這個所謂的電站機 其實是因為它有非常強大的電站系統 現在烏克蘭的部隊已經跨越了歐邊界 已經打到了庫斯克 現在還把周邊剛剛講的 把它的機場把它這個運輸跑道 全部都給炸掉 炸掉了還不止如此 現在連克里米亞連荷爾州 都有軍事行動 那你講說 以前不是講說你現在西方的武器 你現在北約的武器 美國的武器 你不可以打到俄羅斯的本土嗎 但沒有想到 現在五角大廈已經講得到 現在還馬是火箭彈 還有你現在ATSM的陸軍戰術飛彈 俄羅斯在烏克蘭 如果是覺得你要保護自己 你是可以使用的 那你講說只有美國嗎 沒有 現在歐洲現在北約也都開綠燈了 也就是你說 這次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烏克蘭直接衝進去 俄羅斯的本土 它的背後是有北約跟美國的強力支持 沒錯 我們來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他這個普丁愛最近主持 這個國防會議的時候 你看他的表情顯得相當的無奈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說從過去一段時間 我去蹂躏人家領土這件事情 現在變成是我的領土被蹂躏 為什麼這樣說 他很無奈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話 除了庫斯克被攻擊之外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話 烏克蘭也發動了在赫爾松這個地方 在俄羅斯佔領的赫爾松部分 他也發起了地面攻擊 另外他也對克里米亞蠢蠢欲動 那不是只有這三路 他有針對兩路的空中襲擊 所以目前為止普丁顯得相當的無奈 好 當然這樣 這個澤洛斯佩當然就說了 俄羅斯把戰爭帶到我們的領土之內 我們現在要讓他長長 他自己幹了什麼嘛 那到底為什麼這段時間裡面來說話 烏克蘭的戰隊呢 會這樣子的節節告捷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各國都對他開綠燈 而且不是只有美國 美國講的你看 五角大廈的心理秘書就說 我們一開始就支持烏克蘭防禦嘛 他可以越過邊界環體 但是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已經在繼續為烏克蘭提供他們的 所需要的能力和這個系統資源 烏克蘭正在做他需要做的事情 以便在戰場上取得成功 簡單來說就是他你要打什麼 你就讓你去打吧 所以今天烏克蘭去攻擊庫斯克 是美國同意 對 美國支持的 而且他要繼續為烏克蘭提供 只要你的能力你的系統 你能夠支持的 你能夠為你的勝利 取得成功需要的東西 美國都給你 對 做到什麼 普丁從烏克蘭撤軍 這樣就可以結束 好 另外一個 歐盟也這樣說 歐盟就說 烏克蘭擁有自衛權 可以攻擊俄羅斯領國 所以歐盟就這樣說 好 另外還有一個國家叫德國 你看德國就說什麼 我們向烏克蘭提供武器 捍衛根據國際人道法使用他們 然後例如在庫斯克 也就是說你在庫斯克也可以用 那為什麼德國要說這句話呢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攻進去庫斯克 有一個叫烏克蘭第80空降突擊旅 他們用的就是德國馬德旅代式的 這個裝甲車 就是德國的裝甲車 所以德國的裝甲車 從納粹之後 衝進了 對 從1941年再次進到 這個俄羅斯的領土裡面 不是 你直接講說1941年之後 納粹攻進俄羅斯 俄羅斯再也沒有其他外國勢力 可以攻進來 對 今天不但是烏克蘭攻進去 烏克蘭用的是德國的裝甲車 對 所以德國要出來講 就是這件事 可以在庫斯克 所以告訴你什麼 我們德國裝甲車 真的到庫斯克去了 我相信這是德國人來說 應該感覺應該蠻奇妙的 好 那我們講 目前為止來說 你看俄羅斯時報說什麼 他說情況繼續惡化 這是俄羅斯時報說的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庫斯克這個地方 他們已經佔 烏克蘭已經佔領了27個據點 27個據點裡面來說 已經佔領了430平方公里左右的這個位置 那你可以看到目前為止來說 非常多的這個畫面 這個烏軍呢 你可以看到 都是這個烏軍在這個庫斯克裡面 對 作戰攻擊的這個畫面 你看這是民眾 聽到這個爆炸 你看爆炸 這裡面就是烏克 俄羅斯軍隊的相關的軍事 建築組物被炸成碎片 另外一個庫斯克民眾 他們在路上走的時候 都會聽到飛彈聲 就是上空有飛彈飛過 然後這個飛彈就在他眼前降落下來 打到了這個狀況 那甚至他們有很多這個無人機的 這個很多這個哨戰 然後被無人機摧毀了這個畫面 這就是無人機去摧毀這個哨戰的這個畫面 那甚至你看烏克蘭 他們就在公佈非常多這個照片 我們有發什麼破擊炮 來攻擊你們的這樣一個情形 那你看目前為止來說 有非常多的這個部隊 俄羅斯當然要開始這個集結人事 這是烏克蘭 這是俄羅斯的這個部隊 目前為止準備要 這個往這個前線去攻擊 但是你注意到 他們這裡面都沒有什麼武器 都是你看都是一般的車子 一般的車子啊 然後沒有武器啊 然後就好不容易才 有一個只為大炮在那個地方 對 所以就是說他們可能都是用兵過去的 那直接跟你這樣肉身去抵擋 讓你至少攻慢一點的這個狀況 所以他們現在真的是 沒有什麼方法的這個情形 都是一般的車子 對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只能夠用這樣去反擊的一個情形 好 那我跟你講 除了在陸地上的這個三面作戰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在立佩斯克這個地方 立佩斯克在什麼地方呢 這次烏克蘭接到庫斯克這個地方 立佩斯克約莫在他後面 距離大概280公里左右 那他去攻擊這個立佩斯克 是要攻擊他的軍用基地 因為這裡面有非常多他們的這個軍用基地 有非常多 停了非常多的 包括說蘇35啦 蘇25啦 各式各樣的戰鬥機在這邊 然後聽說他們附近的民眾 都已經感覺到 欸 我在機場旁邊的這個住戶 這個炸彈這樣炸過去 那整個窗戶在那邊震動的這個狀況 那甚至還有非常多無人機 他們白天都拍到 有非常多大量的無人機過來的這個情形 所以就是說呢 目前為止來說 烏克蘭在摧毀你後方的一些相關的這個 防空基地啦 或是一些相關的這個基地 以便什麼 我把你後面都摧毀之後 我可以繼續往前挺進 挺進的話 攻擊你整個地面上面的一個狀況 好 依否 我們剛才講的烏克蘭的部隊 派了一千人 衝進了俄乎邊界 直接攻進了庫斯克 沒有人防守嗎 他防守的人不是最強的 號稱天下第一傭兵部隊 車程部隊嗎 對 車程部隊在庫斯克這地方 如果有戰事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消失 如果沒有戰事的話 就會怎樣 瘋狂打卡 號稱網紅部隊 所以這次來講的話 可以在庫斯克這邊的話 大家就想說 你當初不是賀手在這裡嗎 那怎麼衝進去之後 你人不去了 對啊 而且只有看到舉白旗投降的 對啊 所以他也拍了一個影片了 不愧是網紅部隊啊 好 他的這種部隊的指揮官阿普迪 就告訴大家說 因為烏克蘭非常的奸詐 我們是有一些據點 可是他繞過我們的據點殺進去 有人這樣打仗了嗎 你的據點竟然會被人家繞過去 你以為你是一個交通追嗎 但是這畫面出來之後呢 大家回頭看說 那到底 不是兵不厭詐嗎 對 人家繞過你的據點剛好而已啊 你怎麼可以說烏克蘭繞過我的據點 太奸詐了 對 太奸詐了 但是呢 哈巴拉這個影片之後呢 就來強力的指責烏克蘭 你們真的是太奸詐 問題是戰爭就是這樣子啊 你怎麼來打成這個樣子 而且其實說實在的啦 以他們過去的一個 塑形來講的話 如果真的正面打起來的話 應該 應該他們會轉身就逃走吧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一下庫斯科來講的話 這些俄羅斯的軍卡上面來說 其實後面都是屍體 都已經是屍體了 然後這些屍體 你也來不及運送出去了 你現在在庫斯科的街道上面 你就看到一架一個燒燃 運兵車 運兵車裡面 都是失守 都是失守了 已經根本沒辦法來作戰 另外來講的話 也有一個畫面出來 這畫面是什麼 也是在路上 而且呢這些俄羅斯的士兵 是直接下車 舉雙手投降 因為不打算再打下去了嘛 你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你要怎麼打下去呢 另外來講 歐克蘭也展示在俄羅斯境內 被俘虜的這個 225的突擊率的一個戰俘 這都是俄羅斯的軍人 對 俄羅斯的軍人 雙手都被捆綁了 對 所以這畫面站出來說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你已經沒有辦法來打了 那你說在這個地方 庫斯科 你還要靠網紅部隊 靠車程 不可能了 所以之前來講的話 一直以來 其實普丁一直很擔心一件事情 你已經判面過 會不會再判面過 這些人 又要再回來了 把他們從北非再全部回來 因為大概也只有他們 瓦德納了 對 只有他們 才有辦法來繼續真的來打仗 因為現在來講庫斯克 其實造成很大很大的一個影響 我們看到之前都是烏克蘭在逃亡 烏克蘭在撤離他們的家園 現在你看到畫面 現在是俄羅斯 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庫斯克的人 真的一台車一台車 所有人都在跑了 因為沒有想到 我們以為在烏克蘭戰場上面打 現在既然打到家裡面來 現在來講大家都要跑出去 那跑出去的話 他們的居民非常的神奇 就是說你到底在搞什麼鬼 怎麼打成這個樣子 那你現在來講的話 如果我們要討 我們要怎麼討呢 他們講說普丁說沒有關係 我們如果被迫逃離家園的人民的話 你可以獲得補助 你看大家多神奇 那邊採紙箱 因為你知道嗎 補助多少錢 補助3700塊台幣啊 折合他們大概1萬塊的蘆布 折合台幣就是3700 所以普丁真的輸了 普丁知道真的打不下去了 現在庫斯克的人 他真的願意花錢撤離 而且一個人只給3700塊 對 給3700你要怎麼撤離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庫斯克周邊呢 其他的地方呢 已經在發戰爭財了 他們的床位或者上的旅館 都用非常非常昂貴的價錢來輸出 所以現在來講 庫斯克的居民真的是火大了 好 雨萱 剛講的速倒狐酸賽 現在這句話 可能就在用在俄羅斯的身上 之前我們剛剛講的 中亞這些小弟開始都已經要跑掉了 所以我們講的亞美尼亞 亞美尼亞本來一直是這個俄羅斯的附庸 之前跟亞塞拜仁打仗的時候 靠的還是俄羅斯的一個支持 結果還想講 不行 大家現在看到你二式武器 跟美國武器 北約武器 相比你根本無法比 現在這些人 都要阿伯阿倫槓了 當然阿伯阿倫跳船了 老大都扛不住了 我們小弟還擋在前面幹嘛 首先我們講 伊朗先前是不是講說 我們插出憤怒的歧視 各位你不要誤會 伊朗在後面他的老大哥 事實上就是俄羅斯 包括他的軍演 我們先前是不是講到吧 他才接受了薩姆斯白而已 但後來他現在仔細想想 發生一些事情 請問一下 如果俄羅斯連烏克蘭都打不過 他們有那個能耐跟以色列對轟嗎 不能 那至於他們現在全部都浪槓 所以你說俄物戰爭 讓人對二字武器看穿了 對 所以他們現在忙的事情是 不是備戰 是忙著蓋台階 要準備下台 你看喔 伊朗的總統我們講這個 裴特斯基安他就說什麼 說我們不能打 打了之後呢 我們這個嚴重的經濟啊 會非常毀滅性的 這被摧毀啊 會發生嚴厲的暴復行動啊 所以我們伊朗會崩潰啊 不是而且最好笑的是 他是跟誰講 他是跟伊朗的最高領袖 哈米尼講 那哈米尼以前講過什麼話 他說 你現在以色列在我們的國家裡面 殺了我們最尊貴的客人 你就是為你的所謂的滅亡 鋪上了地毯 就話講那麼重的時候 他的伊朗總統這輩子 你不要亂打喔 你打了整個伊朗會有滅國之災 結果最近大家注意到喔 最高領袖哈米尼 不講話了 以毒不回 誤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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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 先不要談 先不要談這個問題 而且幹什麼 伊朗還有好兄弟啊 各位你們不要忘了 他8號的時候 他也召開這個伊斯蘭合作組織 裡面都有好兄弟 照理來講喔 你兄弟被欺負 其他的兄弟要幹嘛 掌聲嘛 來來來來問點點點 不是不是 巴基蘭說什麼 調查一下 bro 冷靜點 大家都要你冷靜 然後甚至是走外交道路不好嗎 用談的啦 公尼阿 他們現在還想出來 另外一個台季 你知道什麼嗎 我們這個冤友頭 載友組阿 不是打以色列啊 我們要找到的 到底是哪一個以色列的特工 去擊殺了我們講的哈尼亞 所以如果我们找到他 把这个特工给处理掉就好了 保护哥我甚至怀疑什么 特工请问像他们现在找得到吗 那找不到怎么办 会不会全部找一个随便 所以你说周边的国家 白昂刚讲的 伊朗是这个伊斯兰世界里面 什叶派的一个老大 在很多这些国家里面 他是有分量的 就没有想到 第一个大家都不停了 连巴基斯坦都说 我要走外交路径 连约旦的外交部长居然讲 在前往以色列的路上 如果伊朗的飞弹无人机 进到约旦的领头 我要把你们给打下来 对对对 说好当兄弟 你怎么把我当弟兄 全部没有一个人 要站在我们讲的伊朗的旁边 所以你现在最惨是什么 最惨是理论上来讲 他的小老弟 现前是不是很凶 说没关系 真主党 真主党说我们来打 结果真主党说 考虑一下再考虑一下 真主党都说了 你知道为什么真主党要再考虑吗 因为我跟你讲 最怕的不是说 下面的人流血流汗 他们这些上面的真主党的领袖 或者我们讲哈马斯的领袖 才不在乎 但以色列做一件事 让他们吓到 你知道什么吗 哈马斯 你看哦 整个沿路过来 以及真主党沿路过来 你知道被杀最严重的是什么吗 都是领袖 这以色列做最绝的地方嘛 因为今天这些领导人 他才不怕说 我下面的人死掉了 但如果我的生命会有疑虑 我的性命会有担忧 因为你看看哈尼亚 是不是就这样倒了 真主党领袖 是不是这样倒了 以色列讲了哪一句话 没关系你再换啊 你再换我就让你再换一个 现在因为以色列已经讲了很清楚 第一 你如果敢打我的话 我会让你呢 加倍奉还 失倍奉还 血债血还 不等比例的 摧毁你的包括黎巴勒 摧毁你的真主党 再第二 你领袖换一个 你敢跟我打对不对 是不是像他们最近讲的 那个你哈尼亚 对不对 死了之后 你又再换一个 没关系 我就在那里杀一个 所以各位你知道搞笑在哪里吗 理论上来讲 哈马斯 因为现在还在跟以色列打嘛 哈马斯我们讲 他的整个导弹的数量的群 只有大概六千枚 明明真主党 他火药库强大 有12万到20万枚 我们讲的导弹 他应该很勇敢的 跟你这些对抗 都为什么不敢 因为不敢的原因很简单 我如果打下去了 到时候战争还没打完 我人头先落地 我也不是傻子 宇雪 你如果看这张图的话 非常妙的是 现在做的战争也在哪里 也在俄乌边际 而且他说现在有一支部队 直接已经冲到俄罗斯的境内 而且就像刚刚提会说的 已经把一些俄罗斯的军人 给抓过来了 而且更不用讲 你现在F16已经进来了 F16进来之后 现在很多俄罗斯的弹药库啦 所谓的军火库啦 油弹库啦 全部被炸了 对所以为什么俄罗斯 需要在我们讲的 乙役战争里面的转移 他的焦点 因为他国内真的是炸了一台 很惨吗 非常惨 为什么 因为乌克兰光是有无人机 就快把俄罗斯给整惨了 各位你首先看到 第一个他们的机场 以及他们的油库 甚至他们的主要设施 通通被炸 那乌克兰靠的是什么 仰岸当然是无人机 各位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这是我们讲俄罗斯他的油库 你看看这是在半夜的时候 遭到乌克兰用夜袭的方式 无人机不用多少成本 就直接冲入到你的油库之间 把你的后勤补起断的 彻彻底底 你说这是俄罗斯境内的 对而且这是练油厂 代表说这是战争所需要 非常重要的必须品 直接被轰炸 而且更惨是什么 他们连机场都被炸成 是一片焦土面面全非 各位你现在看到的 就是我们讲俄罗斯 他境内这种机场 在罗斯托付这个地方的画面 各位这完全看不出来 根本就是机场了 等一下 他的苏三四很多的飞机 也被炸掉了 对其中有一台的最显而易见 就是苏凯善是直接当中 就被炸了一个大洞 换是连起飞都还没有起飞 就直接这样 变成一片焦土了 而且不只是如此 就连他们自放这种制导飞弹 各位制导飞弹是我们讲 打击地军最重要一个目标的 这种工具嘛 其实我没有想到 仓库呢制导飞弹 不好意思变成连环豹 等于说我花一台小小无人机 两台小小无人机 只要撞到其中的一个导弹 它就会产生连锁效应 所以它整个俄罗斯的 我们讲无二之间交接的边际 通通现在都已经变成是一片火海嘛 而且更惨的是什么 保留哥 无人机就算了 现在什么要来了 F-16 F-16还要来了 所以哲文心讲说 我跟你讲了 我们的任务呢 早就已经睡醒了 而且等会我们看 它现在F-16不是说 我们讲的以前比较老式的F-16 没有哦 你从它的头盔 你从它的整个仪表板 它是最先进的数位的这个内容 而且它这个数位内容刚刚讲的 有Link-16 如果你有Link-16代表什么 代表现在乌克兰这所有飞机 它可以跟美国 它可以跟北约 做所有的资料共享 Link-16最可怕的是什么 当一台F-35 它远远的根本不在乌俄战争的境内 但是它可不可以跟里头搭载的 Link-16的F-16互通游 可以 可以 等于说我变成我的天眼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 它还搭载了欧洲这个PIDS系统 这个系统就是什么 就是你要打我根本打不到 因为我可以反导弹 我可以反飞弹 只要你发射过来 我就可以提前侦测 那这个头盔跟所谓的F-16V 基本上它是几乎相当规模的 这种我们讲等级的规格 所以换言之 这是最精锐的F-16 已经是四代 甚至是转五代的这种战机 你知道二楼是知道 说F-16要来了 他们赶快弄什么吗 升级配备 他们的苏珊直接说 我们赶快搭载这个R-37 可以6马赫的飞弹 各位啊 这个不是拿来打地面不对的 这就是标准的空对空啊 所以很显现 你搭载这个R-37的时候 你就是为了要应对 所有的F-16而来的嘛 所以你看哦 克林姆林发言还说什么 哎我跟你讲啊 战机数量很少啦 我们只要打一下呢 他们就少一下 但真的是这样子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 他们就不会紧张到 连他们自己的配备 都要升级嘛 因为今天你看到的是一台F-16 但事实上不是如此 他可以跟预警机配合 他可以跟无人机配合 他可以跟后方的寮机配合 甚至是地面作战系统 只要你逮到任何地上 有雷达有基地 甚至是有呢 我们讲的地面的部队 他都可以在第一时间 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而且你看到了 乌克兰说的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让我有点毛骨悚然 他的说法是 现在的F-16 正飞向整个俄罗斯 对你知道什么叫整个俄罗斯吗 代表说我跟你讲 我的战场已经不只限于乌克兰境内 虽然美国一直在那里 然后说啊 F-16呢 不会去轰炸到 我们讲的俄罗斯的境内 但各位 现在整个战争的界线都已经很模糊了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当他现在有这些超强的配备之后呢 最可怕的是 现在在库斯克 各位请问一下 谁到那边了 乌军已经到达那边了嘛 乌军已经到达库斯克那边了嘛 去抓人了 对啊 而且甚至我们讲 你不要讲这F-16 他们就连我们讲的苏-24 都可以发射什么 暴风引 暴风之影飞弹 保留你知道暴风之影最厉害在哪里吗 在于说它不是一种 我们讲的 必须要锁定发射的飞弹 它是一种制导飞弹 换言之它是fire and forget 射后不离 射后不离 你知道什么叫射后不离吗 第一个射程300公里 再第二个 它只要发射之后 它会自动巡航自动导弹 到它所要的目标 甚至是你地面有萨姆300 萨姆400 甚至有其他部队 对对对 它会侦测到迂回前进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呢 搭配我们讲的JDA 我们刚才聊到的AGM88 这些所有的配备 它会对俄罗斯地面 以及空军造成极大的压力跟打击